这就是我要跟你谈的条件 你保住世子性命 我离开京城 宝堂三兵 君小姐 你们去哪儿啊 我们去救二哥 武德斯竟然对他用了重刑 什么 刑杖 这帮处长这人对二弟用刑杖 我要杀了他们 你们这样能进去吗 进不去也得进 创也得闯进去 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慢着 武德斯戒备森严 你们现在过去无异于一乙卵击石 他已经在里面了 我万不可能让你们再有事 那怎么办 二哥还在里面受刑呢 我去找陆云青 那你有把握吗 等我消息 咱们去找云霄阁的人吧 你来了 你知道我会来对吗 既然来了 不如坐下说 他是陈国公世子 你不加审问就滥用私刑 恐怕不好交代吧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 我要见他 我要给他用药 你这么惦弃别的男人 你这么惦弃别的男人 我会不高兴的 那 你来了就好 所以不管我的目的 不管我的悲喜 只要我来了 只要我在你的掌控之中 你就得偿所愿 对吗 那我再告诉你一遍 陆云青 我不是九龄公主 你要的 不过是他的替代品 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会明白的 皇城之子已死 你以为陛下 真的会要世子的命吗 如果世子死了 成国公会做出 如何一样的举动 陛下会怎么想你们 你有想过吗 所以保住世子的性命 根本不是迎合 皇大人的心 而是圣仙 如果这些你都不在乎 那我离开京城 你对我做什么 都会方便些 你离开京城 对 这就是我要跟你谈的条件 你保住世子性命 我离开京城 立刻走 是 带他去诏域 是大人